嗨,大家好 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娜姨 昨天是母亲节 我发的一期视频 就是看到一个48岁的一个中年妇女 坐在马路边上 拿着两个馒头在那干吃馒头 也没有旧菜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吧 我看到以后 确实是一个就是临时发现的 我就马上把手机拿出来 就把这个过程给录了下来 然后经过剪辑就发布到平台上了 有好多网友看了以后 都提出这样的疑问 说恩娜姨,你为什么不给她买瓶水 不去给她买几个小火腿肠 就是特别可怜这位大姐 觉得她非常的不容易 也非常的可怜 我在这儿跟大家 不说解释吧 我就说说我是怎么想的 我拍视频 每个视频都有她的主题 这个视频的主题 就是在母亲节这一天 一个坚强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我们也看到了 她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她跟男人干的相同的工作 当我问到今天是母亲节 自己这么辛苦 如果孩子们不给发祝福的微信 或是短信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位48岁的妈妈说的话 确实震撼我了 她说一定会发的 要相信孩子 相信自己 就这个大姐的这一句话 我有什么理由去同情人家 我真的没有理由同情人家 我觉得我在她面前 我觉得我是不如她的 你像这个大姐 她每天收入是200块钱 一个月下来的话 也得有大几千 五六千的是吧 而且呢 每天她们在工地上吃饭 这些呢 我没往里加 是因为哈 这个工地的饭呢 它不适合吃 她说你们北方的这个饭呢 我不适合吃 所以自己呢 就吃着这个馒头了 就 并不是说她买不起饭 或是吃不起什么 那工地就在 我跟她在那说话很近哈 就是在国贸那个位置 很近这个地点 喝水啊 休息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也给说一下 也别误会哈 这个姐姐 你们不用同情人家 人家比咱们强大 不管是精神上 还是物质上 人家都比咱们强大 我这个视频呢 也是突出这一点 如果说这期视频 我要做成一期 看到了一个可怜的母亲 坐在那干吃馒头 然后呢 我发自 同情 我去给她买吃的买喝的 然后让她吃饱喝足 我这个主题就是这样 利益 大家呢 看我视频的时候呢 也能哈 就是 我们能 心灵相通吧 能够感受到 我要表达的是 主题是什么 当然呢 大家 能够 有这样的评论呢 我觉得 首先肯定 你们都是一个 特别善良的人 也是有善心的人 在我们实际生活中 我们确实看到那个需要我们帮助同情的人呢 我们一定要献出爱心哈 利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 这也是我呢 特别崇尚的 我们没有一点的那个违和啊 我们是一致的 我也看到就是评论区呢 有的网友这儿评论的 还有其他的我的粉丝吧 出来以后呢 就说那个不要道德绑架恩兰姨 我也谢谢这个咱们这个粉丝朋友们哈 确实是理解我的心意 我觉得是特别理解我哈 不管是提出这个质疑的也好 还是就是出来维护我的也好 我在此呢 都感谢大家 感谢你们都是善良的人哈 对一个做自媒体的一个 已经进入老年人的这个行列的 一个阿姨的支持吧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喜欢恩阿姨的 继续给恩阿姨点关注啊 好 再见了